老婆一每日一答回答一下出版的样的问题 第一个出版说帮我看看有救吗 你这个水浇的太多呀 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很惆怅 为什么很多的话有明明这个土很湿润 为什么要浇水呢 就很多的话有的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自己那种浇水的冲动 真的 这个就水大 老婆还能救吗 你先控水行吗 先控水 然后等到下次该浇水的时候 你再用点杀菌药和肥料 把所有不好的叶子就给它去掉 到时候等它慢慢干 干了以后再去 现在就是控水让它自然的反应 下回干透了 用点杀菌药和肥料 听得懂吗 能不能救 是另外一说 反正目前来说只能这么救 像如果说制的花 叶子这个样的怎么办 拿个剪刀给它剪掉 这边有差不多接近一万颗的花 它每颗花总有几个叶子不好 每颗花都有 每一颗花都有 你看这叶子就不好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这种就是往事 那种不堪回首的回忆 对吧 我们没有办法从自己脑海里面去给它摘除 那么我们就尽量的不要让它影响我们的生活就好了 而且我们未来的希望是大大的 我们一样可以开花 一样可以结果 你为什么要纠结下面这个叶子不好了呢 就像你都结婚了 结婚十几年了 你还忘不掉你的千金油 下个抽烹 茉莉花总是干叶子 咋回事 是缺水了吗 你能给如光照吗 如果说给不如光照 那你就尽量的控水 尽量的干一点 就是你摸一摸盆土 干透了你再浇 你得多用点心 你得把握这个量 老阿姨说得到我空水 都看死了 老阿姨这个混蛋 我混蛋 你尽量的就是稍微少焦一点 尽量的给足光照 如果光照好的话 你这个没事 这个就缺光 温度是没什么大问题 就缺光 下个抽保说 淘宝买的郁金香 种出来怎么这个样了 你看看发货地 是不是江苏 这个不叫郁金香 这个好像就是那种风雨兰类似的 反正贼便宜的那种 郁金香哪能长这样 又被骗了 又是一个倒霉的花友 李培投诉 12315 12345就够 你闲得没什么就够呗 下个抽保说 7月份签插的 到12月份开花了 关键它啥的黄叶子 嘎了成都 最低山度 三角梅嘛 山度对它来说 已经很极限了 你们成都 这个城市在我的印象当中 它很适合养绣球 为什么呢 它的光照不是很强 明白吗 那三角梅 你要到了广东 福建 都不如云南好 那三角梅就更加的喜阳 所以说成都就差意思了 给足光照吧 没有光照也没办法 要不你就考虑一下 试试养绣球 成都有个很有名的大V 叫海地的花园 没事的时候 去海地的花园看看 它那个花园子里边 能种点啥你就种点啥 行吗 觉得不着急的点个关注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转意 来得出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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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